黑虎子和净蝦是婚人海蜊非常有地式的肥膳 也有豐富的营充解答 当市乡维神塑为了让中北人担手担脑 补充营充在这天安排創意料理库庭 和黑虎子和净蝦用力料理当中 让中北吃到最健康的海口嘱咪 也在库庭当中享受做菜嘱咪 当市乡维神塑为了让中北可以混脸手脑补充营充 这天特别安排創意料理库庭 让中北做好客户 现在中北都是第一次来制作这特别的料理 都感觉非常有趣 我觉得参加这个我是据点的志工 我觉得这个让我都全心投入 调料起来再加 刚才做的那个动作应该OK 处味还有人还会吃一口 大家做会很高兴 我和我们家的驾驶也很高兴 这个可鱼包我常常做啦 可是第一次做在做这个韭菜盒 这家也很好感想也很好 做给料理 我也非常在家做给老人家吃 黑虎子和净蝦不仅是分年关海参特别的蝦 也有豐富的营充隔壳 这边料理也特别加在黑虎子和净蝦 也有当市家的紅菜头 希望让大家可以補充到需要的营充 也为料理今天不一样的煮味 我们今天使用我们东西在地的胡萝卜 结合较后的黑虎子和减蝦 让我们的食材做体验 因为他们可能平常也没有机会 自己做这个韭菜盒子 所以今天利用这个课程呢 让我们长辈来做体验 所以用这个海味来加这个胡萝卜 让我们的长辈营养满分 所以可以营充和味道 让它吃了不错可以和家人分享 当市乡有以前所有的安排方法 固定给大家的客户 这边也特别利用 婚姻官的设计 让大家来制作 未来也会继续安排更有趣的固定 让中部可以手脑并用 应该算是说这个月 我们已经做了三次的美食DIY 那针对这个美食DIY 我们全部都是用在地的食材 那我们也希望长辈可以多多利用在地食材 不求远的食材 然后用在地食材 来让他们可以吃到均衡的饮食 然后来调养他们自己的身体 那健康促进的部分 就是手脑并用 让他们可以做 然后又可以动脑 然后又可以动手 然后达到手脑并用的课程 透过手脑的料理固定 让中部可以混乱手脑 也将在地的营养豐富的食材 分享给大家 不只是可以帮助中部的演奉努化 也为大家的心愿很惨处 现在我们先采放报道